你看它在飞舞 南雀在飞舞有没有 这是南雀 位在陈美桥左岸河滨公园的这段基隆河堤房相当有特色 当地里长特别将地方的历史文化 以彩绘的方式呈现在堤壁上 有早年的长寿吊桥图案 勾起在地人的回忆 台北市有这种吊桥大概有两座 我们这边这一座 刚刚讲1948年民国37年建造的 建造当年有基隆河隔着两岸 对岸的内湖区的周梅里 还有行善里 跟我们这边南港区这边的玉城里 这边以前叫澳山比甸马玉城里 只有渡船 以前只有渡船 后来就盖了这座吊桥 所以可以衔接过去内湖对岸 周梅里那边的一些文化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番薯藤 我们知道番薯藤是怎么栽种的 以前叫韩子敬 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 农夫都会到对岸去采购番薯藤 就担着两担番薯藤就回家去栽种 这个番薯叶或是番薯 这个小时候还历历在目 就是我们经常来自全国各地 来挑一些番薯藤回去栽种 去耕种 还有过去那边还有一个 过去还有龙洲 还有龙洲的文化 我们以前在这边划龙船 可以整条河道 非常的清澈 非常清澈 以前的地是沙地 沙地有 有拉拉跟那个 拉拉跟那个比较大的 那个蛤蟆很大的 那个地是金黄色的沙地 过去的水质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会举办华龙洲比赛 或是在岸边细水 还有整片都是竹林 过去的以前小时候的印象 现在想讲又可以浮现出来 所以就衔接两岸 两岸这个文化的衔接 还有从对岸 我们这边的松山持幼宫 来这边马祖庙 来这边拜拜 十三街庄 对岸属于十三街庄之一的周美庄 周美庄 所以来拜拜 还有拉和街 采购 采买一些需要的物资等等 不然就如果要到都会区 要转成公车 一定要以前有六号公车 就在石油公对面松山国桥的后操场 有六号公车 要到台北中华路 一定要搭六号公车 不然就搭火车 所以过去 究竟这条吊桥所扮演的功能 就是让对岸 可以不必再坐渡船 可以走吊桥 这样对于两岸 对于周美里内务区那边的民众 要到都会区信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 早期的预程里 还有砖窑产业 以及做炮弹的六一冰工厂 里长也将这些产业特色 呈现在提防彩绘上 彩绘的意象里面 其实涵盖很多 包括我们过去的砖子窑文化 八卦窑 这边是八卦窑 也是全国有名的当年 因为这边烧出来的砖 非常坚固耐用 我们叫灰桃针 所以后来这些砖块 还曾经被载运到 以前日本总督府 去盖现在的总统府 还有中山楼 中山楼也是用这边的砖块 载运过去盖成的 这就是那个 以前泥土砌好 一块块砌好之后 要堆叠在这个清边车道上 这个叫轻便车 它有轨道的 有轨道 然后堆好之后 顺着轨道推进去 八卦窑里面去烧 泥土烧好 烧成之后 再拖出来变成砖块 这是当年的那个轻便车 这叫轻便车 有轨道的 所以这边 以前这边有 一个松山窑 还有大山窑 附近有个专子窑文化 也造就很多中南部人 上来这边 就在这边工作 就业 然后慢慢就在附近定居 也是形成一个聚落 这专子窑文化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提币 用专子窑 这个八卦窑的方式 把它呈现在提币上面 飞工厂 应该三零年代 三零年代 大陆从上海 牵台的工厂 这个以前 以前有六十一冰空厂 四十四冰空厂 二十六等等 三十冰空厂 牵台的时候 冰空厂移到 从大陆上海 六十一冰空厂是上海牵过来的 当年有在做四零炮 就口径比较四零炮 有做炮弹 所以我们的提币才会就有一个大炮 因为他以前是做炮弹的 当年也造就很多在地的就业的机会 冰空厂来这边的话 来这边做制造炮弹的话 也是很多就业的机会 所以六十一冰空厂 也是附近 包括现在 我们的很多里民 住东兴街周边 都是六十一冰空厂的员工 都还有 当年的员工都还有 有时候聊起来 他都利利如惠 他们都觉得很鲜明的感觉 东兴街整排 就是六十一冰空厂的宿舍 现在 所以都是六十一冰空厂员工 现在变成 后来再迁 再迁到现在的二零二厂 二零二厂的地方 就是比较靠近后三匹 里面那一段 也很大的一片 就是爱国者配弹的基地 为了活化彩绘的景点 里长也计划运用QR Code科技 并搭配城市定向活动 让银法族与年轻人 一起来参与 认识在地的故事 提币才会的构想 是有系统性 系统化的构想 因为未来 我们当时跟厂商又讲好 厂商 他必须 未来必须把这一片墙的 一些文物 文字 一些轨迹 要用QR Code扫描 就可以知道 用手机扫描QR Code 比较先进的 我们有规划城市定向运动 已经在规划了 因为我们有 医生里面法热火中心 有热灵班 热灵班 我们阿公阿嬷 未来我们可以推动 城市定向运动 带着自己的 孙子女 可以把這邊規劃成一個城市定向運動的一個點 一個景點 我們透過GPS定位 可以定位出一個點 來這邊就手機拿起來掃描 AR就可以知道當年的一些意象 當年的一些文化文資等等 身為里長除了地方建設以外 我們在地的文化 過去的文資歷史文物 也有必要讓它留存下來 所以我們可能先透過TV的彩繪 未來會舉辦系列的活動 包括城市定向運動 或是我們培訓一些導覽員 可以開一些簡單的營隊 培訓一些導覽員 導覽員有小小導覽員 就是未來我們可以舉辦一些活動 到現場 大家就把你的學習的場域 從室內移駕到戶外 非常自己熟悉的我們提幣的整片 這個松和街的一個步道 非常的步道 大家來戶外的學習 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 這個城市地下運動是可以讓爺孫來共融 共融學習 因為資訊我們的孫子女會比較強 我們的阿公阿嬤在地的可以熟門熟路 可以互相配合來共融式的學習 里長說未來希望融合科技的運用 來傳承在地故事 讓認識家鄉的教育往下扎根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